至今 入境處署長歐嘉宏 海關關長鄧二海 被意外揭發在本月3月2日 在灣仔某私人會所參與飯局時 涉嫌違反限聚令被票控 7月8日承認涉嫌其中 保安局副局長歐志剛 晚上也發表聲明 確認因曾出席同一晚宴被票控 據悉 警方在3月3日接獲一名女子報案 稱在3月2日晚上 遇遇所被強姦 警方調查後拘捕一名男子 據悉那名男子是大陸民企高層 而在警方調查期間 發現攝氏男女 曾一同出席灣仔私人會所一場晚宴 隨後發現參與犯局者違反限聚令 共發出9張告票 當中包括入境處及海關首長 民主黨醫療政策發言人袁凱文 對兩位首長違反限聚令表示關注 指政府公務員無論是基層或高層 都需要接受品格審查智能入職 而當中高級官員的品格 理應比清水更清 袁凱文俗稱為現時紀律部隊首長級官員 接二連三傳出涉及違法事件 相關部門更以事件敏感而拒絕交代事件 公眾實難以接受 也會進一步影響政府的公信力 從而影響到公眾對防疫政策制定及執行的信心 兩紀律部隊首長 入境處處長歐嘉宏 海關關長鄧二海 在7月8日終於承認 早前在一私人會所參與晚宴時 因為反限聚令而被票控 兩人已繳交罰款 兩手長稱日後會加倍謹慎 而入境處處長歐嘉宏 也都澄清晚宴上 沒有涉及傳媒所指的刑事案件